这个视频我们来讲齐国的美男子 邹记奉齐王纳贱的故事 奉是委婉规劝的意思 纳贱只接受批评 标题的意思就是 邹记委婉的规劝齐王 接受大家的批评 邹记修八尺有余 而形貌毅力 修只身高 邹记身高一米九几 长相呢也光业美丽 一天早晨 邹记穿戴好衣帽 照了一下镜子 突发奇想地问妻子说 我和城北徐宫比 谁更美呢 他的妻子说 您那么美 徐宫哪里比得上您呢 城北徐宫是齐国有名的美男子 邹记不敢相信自己 又去问他的小妾 再去问客人 结果他们都说 徐宫不如您美丽 明日徐宫来 熟是之 自以为不如 窥敬而自是 又俘如远甚 熟通熟 仔细 窥敬 照镜子 福如 不如 又过了一天 徐宫前来拜访 邹记 仔细地端详他 自认为 不如徐宫美丽 再对着镜子看看自己 更觉得远远比不上人家 沐浅而思之 曰 无妻之美我者 思我也 妾之美我者 为我也 克之美我者 欲有求于我也 寝 躺着 美 美 是一动用法 认为什么什么美的意思 思 偏爱 晚上 邹记 躺在床上 仔细想这件事 我的妻子 认为我美 是偏爱我 我的小妾 认为我美 是惧怕我 而客人认为我美呢 是想要有求于我 于是 入朝 见威王 第二天一早 邹记就入朝 拜见齐威王 把这件事 讲给他听 又接着分析说 如今齐国 有方圆千里的疆土 一百二十座城池 宫中的嫔妃 都偏爱大王 朝中的大臣 都惧怕大王 全国的百姓呢 都想有求于大王 这么看来 大王您受到的蒙蔽 太严重了 王曰 善 齐威王说 你说的真好 于是下了一道命令 所有的大臣 小吏和百姓 能够当面批评我的过错 给予上等赏赐 能够上书 劝谏我的 给予中等赏赐 能够在公共场所 议论我的过失 并传到我的耳朵里的 给予下等赏赐 政令刚一下达 所有大臣 都跑来规劝齐王 大王的庭院 就像集市一样喧闹 几个月以后 就只偶尔还有人觐见了 后来 齐国强大起来 燕 赵等国听说以后 都纷纷前来朝进 齐国一时 位居七雄之首 俗话说 忠言逆耳 谁都不爱听别人批评自己 更何况 是高高在上的齐王 本文最巧妙的地方 就是运用生活小事 来比喻治国道理 即摄谕说理 以小见大 才让人容易接受 文章从邹记 与徐公比美的生活小事 开始写起 为下文说理 做好铺垫 邹记从比美的事情 得到启发 在入朝规劝齐为王 以妻子 小妾 客人对自己的态度 联想到 嫔妃偏爱齐王 大臣畏惧齐王 百姓 有求于齐王的情况 有己及君 阐明了君王 异于受蒙蔽的道理 惊醒了齐为王 齐为王 从此广大谏言 使齐国得以强大 彰显出 邹记说理的效果 从生活小事入手 也给这篇说理文 增添了窥镜 笔美 木血而思 等生活细节 使全文 妙趣横生 引人入胜 讲完了帅帅的 说客邹记 下个视频 我们就要讲 酷酷的刺客 荆轲了 不过 别忘了先去答题 抢金币哦